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亚马逊云科技的马莉莉 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 云原生数据库如何走向极致的扩展 Amazon Aurora的做法 那其实从标题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我们会去探讨的主要内容是扩展 作为一个数据库我们怎么样去达到扩展 那我会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呢我会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数据库的扩展 然后呢如果数据库要去扩展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扩 应该怎么样去扩 再接下来呢我会以Amazon Aurora为例来分享一下 我作为一个数据库 怎么样能够去扩它的存储 来支持越来越大的数据量的需求 然后呢怎么样去扩它的计算能力 来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应用的吞吐量的需求 再接下来介绍一下它怎么样去做这种全球的扩展 来支持我们应用出海 或者是说我们应用进行全球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需要去做数据库的扩展 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应用程序 然后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各种门类的 然后比如说像电商 比如说像流媒体 或者是社交网络游戏等等行业 他们呢尤其是在中国发展的特别迅猛 那在中国其实一款应用 它的用户量往往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 所以一款应用能够在百万级别以上的用户 是非常常见的 那这样其实它产生的数据量就会很多 往往到TB或者是PB级别 而且呢它需要的性能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因为对于中端用户来说 它在使用一个应用的时候 肯定是希望我这应用能够越快响应越好 那这样能够带来的每一秒的请求量 也是特别多的 那总体来看呢 其实应用程序它就需要 我们对应用程序的需求是需要它的性能好 还有很好的扩展性 还希望它能够实时可用 那这样其实我们可以想到 如果是使用一个单一的进程 或是单一的这样一个服务 来去实现这整体的应用程序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业务研发人员呢 我们现在在做的经常是把一个大的应用程序 拆成微服务的架构 然后每一个微服务 然后可能实现自己相应的功能 然后再衔接起来 那这样其实对于数据库而言 不同的微服务 它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它对于数据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亚马逊云科技它的理念 就是在做数据库上面 它是采用了专库专用的这样一个理念 比如说它针对于不同的场景 它有不同的数据库 比如说像关系数据需要强一致性的 然后强的事物的ACID保证的是一类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大的 KVALUE的 然后希望它随着业务的吞吐 然后响应时间是比较稳定的 或者是说像对于这种文档数据 比如说我需要去进行 JSON文件的存储 然后我需要进行个性化的 用户profile的管理 或者说我希望对于内存数据 或是说我需要去进行一些推荐 然后希望进行一些关联分析 这样图数据的处理 还是说我对于IoT 对于物联网这样的设备的数据 然后实际数据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那对于不同的种类的应用呢 那亚马逊其实也有自己相应的解法 相应的数据库服务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探讨的是说 对于关系数据库 然后亚马逊它的数据库 然后是怎么样能够去做到 这种存储的能力的 那首先那为什么是关系数据库呢 其实现在虽然 现在呢我们在OLTP的领域里面 其实关系数据库它现在还是占一个比较主要的地位的 我们可以直观的从DB Engines这个排名可以看出来 在前十名的榜单中 其实有七个是关系数据库 而前四名都是关系数据库 那之所以关系数据库这样子还占据这么大的份额 是因为它有首先有一个完整的ACID的保证 再有就是它的SECLE语言 开发人员都已经用的比较熟悉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 NoSECLE或者是说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系统 他们都在去尝试着实现SECLE的接口 那对于关系数据库而言 我们在一开始讲到的应用程序 对应用程序 那它对于数据库的需求也是一样的 它会需要数据能够有海量的数据的存储 然后它希望我能够去访问数据的时候 可以去进行这种高并发的访问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是说传统的我们自己建一个机器 然后上面装上MASICLE 或者说我们在一个EC2上 然后装上一个MASICLE 底下挂一个盘 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满足需求呢 其实可能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我们毕竟是单库 那单库它的存储容量 是有一个限制的 我们在去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能要去需要指定 我这个数据库它的容量有多大 然后它单库单节点的话 它其实对于并发的连接 也是有一个限制的 那如果是说我现在业务量增加了 然后我的数据也增加了 然后我的并发的连接数也增加了 我还希望呢它的应用 然后应用的返回时间 不会象征的那么多 然后不会受到单库单表的 这样的一个性能的瓶颈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做数据库的扩展 另外一块呢 因为应用程序 它都需要去访问数据库 那数据库的这个高可用性 来对我们的应用程序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说只用一个节点 那一个节点当掉了 那整个数据库不能用了 这样也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呢 去考虑这种数据库的高可用性 所以这是由于这几个点 我们必须要去做数据库的扩展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探讨一下 我们去做数据库的扩展 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去做呢 其实还回应到 我们应用程序对数据库的需求 首先它需要去访问海量的数据 随着业务的增加 然后需要有一个不停的数据量的变化 然后我们希望数据库能够撑得住 那如果是说我们在用这种自建的 或者是说直接托管的这种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开始要去指定它的容量 那如果是说 我现在业务增加了 数据量不停的增加 那我容量也在不停的增加 那我是不是需要去更改这个数据库 它所对应的容量 那我更改的时候 是不是会对应用程序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数据库 需要去做存储扩展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的一些方面 那第二个需求 我们应用程序需要数据库 能够有很好的处理高吞吐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在吞吐方面我们可以去通过加节点 因为我们可以去做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个节点 然后把它的机型去做这种纵向的扩展 然后可以把它的机型增大 然后这样它能够去处理的吞吐量会增加 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增加多个节点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吞吐量的压力 去打散到多个不同的节点 那这样子也能够去提高达到一个扩吞吐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再一点 如果是说我们的业务 然后现在是发展的特别好 那我们可能要去有一个把它推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可能不止在一个区域 我希望在不同的区域来使用 但是如果我数据库现在只是在一个区域 那如果是说不同区域的业务 怎么样来去访问我这一个同区的数据库 那这样会有一些的延迟 那是不是可以在数据库本身 然后做这种全球的扩展 这也是数据库扩展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它可以考虑存储的扩展 计算的扩展和全球性的扩展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考虑一下 从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这里呢我会以Amazon Arora为例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存储方面的扩展 稍微的介绍一下 Arora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才能够方便的去谈论一下 它怎么样去做扩展 那Arora呢它是亚马逊云科技 自己专门打造的这种云原生的数据库 它有两个优势 一个是说它是兼容开源数据库的 它有Mexico和Post-Versico兼容的这种引擎 另外一块呢就是它在性能上做了提升 还有可用性上面有一些提升 所以它能够去达到商业的高 商用数据库媲美的这种性能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兼顾了开源数据库和商业数据库的一些优势 我们看一下Arora的一个架构 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设计理念 其实也比较简单 主要是有三块 第一块呢是Arora它是采用了计算和存储分离的架构 它的上层呢是计算节点 那这里边可能有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它有写节点 然后有读节点 然后它的存储呢是单独的一组机器 然后这些机器上面呢 实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这种存储系统 因为这样它能够去更好的去提高它的效率 那如果计算和存储是相对分离的 那这样带来的一个好处是说 它计算层和存储层可以独自的去做相应的扩展 达到了一个结构的效果 那第二部分Arora的原则呢是日志及数据库 那它计算节点像存储节点去传输的时候呢 传输的数据量只传输这个日志就可以了 那我们如果熟悉Masico的话 我们知道Masico它如果是要去写盘的时候 不但要去记录我这一个数据页的readlog 就是说我现在这数据页更改的内容是什么 还要去发我整个数据页的内容 就是它比如说每隔一段时间 把整个数据页然后都要去刷到底层的存储 那这样其实它插的数据量是比较大的 那Arora呢它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它不再去传输这个数据页了 所以它能够去通过日志及数据库的这样一个理论呢 它能够去大大的减少 从计算层向存储层传输的数据量 进而带来性能上的提高 那第三部分呢Arora它是可用性上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实现的 它呢在一份数据是在底层存六份 然后六份呢是跨三个不同的地点 就是可用区 可用区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上就是三个不同的地点 那如果是说跨三个不同可用区 每个可用区是有两份 那它通过六写四成功 就是我写六份数据 然后现在有四份写如果能成功 然后我读取能读到三份就能成功 那其实这样呢它可以去实现到一个程度 就是如果我一共可用区当掉了 然后还有额外的一个节点 一个复制复本也挂了 那它这时候呢还能够去继续对外的提供服务 所以这是Arora它的一些设计原则和架构 那也正是因为它这样设计的原则呢 其实它的性能也是会比RDS Mexico要有一个提升的 对 尤其是说当着随着用户连接数的增长 那随着用户吞吐量的增加 其实它的性能呢可以 比如说在5000个并发连接的时候 它可以去达到Mexico的8倍左右 那介绍了一下 介绍完了Arora的一些基本的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样来做到的扩展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存储的扩展 那其实对于数据库来说 我们再去做存储 我们再去一开始去选型数据库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 我们其实来设计 来去推断这个应用程序 它需要的数据到底是有多大量的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量是会怎么样去变化的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不能有一个精确的推断 那这样其实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是说我们把数据库容量设得太大 那这时候会带来一个额外的数据 因为比如说我本来就需要1T 我现在弄了32T 那这样就31T的空间是在那浪费的 就带来一个资源的浪费 但如果是说我一开始设计的比较小 但是随着我业务的扩张 然后我的数据是在不停的增加的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考虑 我是不是应该把底下的盘 然后再多加一些 或者给它多扩一些容量 那这样扩的时候 是不是会影响到应用程序 那扩的时候 它的扩的速度有多快 还有它扩的时候 是不是有限制 比如说一天只能扩几次 然后这样的一些种种的限制 那Arola它是怎么样来解这个题的呢 它是说它下面呢 比如说我们在去创建Arola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指定它的存储容量 那这样如果我们业务 然后我们的数据量再不停的增加 那它呢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的扩容 它最大呢是可以扩到128T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在去扩容的时候 是不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6 原来是16G 然后就32就64 然后这样倍数的上升呢 其实也不是 它是可以做一个10GB10GB 这样子为单位的扩容 那这样其实也能够达到一个 我们扩的数据 然后是能够尽量的能够去利用到 而不会带来额外的资源浪费 所以这是向外扩 那如果是向里边呢 其实如果是说 我们现在删除的数据怎么办 如果我数据库里边 然后需要去做这种冷热分离 然后我老的数据不再需要了 我需要去删除数据 那删除的数据它其实不占用空间了 那作为一个云数据库来讲 删除的数据它是不是还会收用户的费用呢 其实Aurora在这一点 它也做的比较好 就是它的数据被删除的时候呢 其实它所占用的存储空间 可以自动的被回收了 那这里边呢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我去建了两张表 然后我去向里边不停的去插入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它占用的存储空间 是在不停的上升的 但到后来我发现 有一些表或是表的一个partition 我不太需要了 我去把它给job掉了 那job掉了之后 它job就是job了 然后它也就不会再去占用 Aurora底下存储的资源 所以也就不会再有一个额外的成本的收费 那这样呢 其实相对于我们传统的自己构建数据库 或者是说用直接托管的数据库 它是容量 如果即便被删除了 但容量还是在那儿 这是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支持存储的动态扩展 包括增 包括增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吞吐量来说 对于用户程序它有不停的吞吐 更大的吞吐量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去做扩展 其实这样我们往往做的是说在计算层扩展 那其实有两个维度 一个就是纵向扩 一个是横向扩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纵向扩 也就是所谓的升级型 那对于升级型 我们常常能够想到的是 我现在假如说我有一个4核32G的机器 然后我再去起一个呗 再去起一个8核64G的机器 然后把它的数据都弄好了 弄好之后我应用程序一切 对吧 然后我就切到8核64G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上了 但这样我们这样思路肯定是没错 但是我们需要去考虑 比如说我去拉起到一个新的机器 然后需要多长时间 或者是说我需要或者不需要 把它的数据考过来 对吧 然后是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如果我从原来的机器 然后去切到新的机器 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 对于应用程序是不是有一些像的影响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Arola它是这么来解这个题的 它呢有一个这种无福气化 就是Servilis的概念 那它也是有这个Servilis V2的版本 它怎么做的呢 就是首先我们不用再去用户自己去 创建这一个机器 然后去装上Masaco 它可以自动的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 来自动的去扩展它的机型 对 而这样的话 其实它可以省掉 比如说我们去监控 然后看我们现在的资源 是不是已经满了 然后我们需要去手共的去做一些像样的工作 可以省掉这一方面的精力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在去扩容的时候呢 是可以做这种快速的扩容的 就是它在扩容 比如说我应用程序 现在业务量上来了 然后我需要去快速的升上去 那它其实扩容的速度 是可以在一秒钟以内 然后实现扩展的 另外一点呢 是它的扩展的方式 它采用的是原地的扩展 本地的扩展 就是它不会再去起一台EC2 然后再把它去切过去 因为它这样会带来应用程序的闪断嘛 那它做的 Azora的做法呢 就是它就在本地去做扩展就好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它会不会对应用程序 不会对我现在正在运行的事物 来产生一个影响 那还有一个角度 像刚才我们讲存储的时候 又说 哎我不想这个16 32 64 这样double double的往上蹦 那其实对于计算资源也是一样的 我可能 我现在是用了4靠 然后我可能不 不需要8靠 我可能需要5靠 6靠就可以了 其实Azora呢 它在去做这个容量调整的时候 是可以做到细力度的容量调整的 它是以ACU为单位 那它最小呢 是可以0.5 0.5 0.5ACU 这样去向上升的 那其实0.5ACU呢 就是对应着1GB的内存 所以它是可以做这种细力度的容量调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Azora Surly V2 它能够去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个蓝线呢 是我们应用程序的负载的变化 那这个橙色的线呢 是Azora Surly V2 它的这种容量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应用程序负载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它的容量呢 也是有一个很紧偶和的 这样的一个上升或者是下降的 所以能够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这种纵向的扩展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计算资源 可能我单击 然后向上升 向上升 或者是向下降 那它毕竟有一个极限 比如说我们现在支持可能就是24x蜡 然后就到多多个CPU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单点还是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怎么办 我是可以考虑去多点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横向扩展 那横向扩展我们首先考虑的是 我是不是可以把应用程序对数据库的访问 都是一样的负载吗 是不是有写 是不是有读 然后在读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角色 比如说不一样的业务部门 他有不一样的读的需求 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读的需求是做这种报表分析的 有的就是我需要去做这种ad hoc的这种查询等等 那其实根据这样的不同的需求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读写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 那Arora呢 它是正面来去解这个题的 就是它呢 因为它底下是共享存储的 所以它有写节点 然后有读节点 那它去拉起到一个读节点的时候 是可以根据共享存储 然后直接拉起来 另外呢 它在写节点跟读节点之间 它这一种复制呢 是采用的 也是Reduo Log的这种复制 不是基于我们Messica Bin Log那种复制 所以呢 它能够达到的这种复制的延迟是很低的 就是基本上在几十毫秒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内就能够去拉起来 另外呢 它上面也可以去提供这种止读的访问端点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业务的不同的需求 然后来去设计不同的访问端点 来连到底下不同的读节点 对 那通过这样的读写分离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提供呢 其实Arora能够去满足很多 业务上的需求 对 那其实因为它的读写分离的延迟只有这种十毫秒 这样的区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差距呢 所以它能够去支持到很多用户 尤其是说像读多写少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需求 就是可以去考虑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我现在是有读 但是我读的波峰波谷可能变化是比较大的 然后那我到底设计多少个读节点呢 那我设计多了是有浪费 设计少了 可能在我的业务高峰来的时候 不能够去满足需求 所以呢Arora它在去做这种读扩展的时候呢 它可以去做到这种弹性的伸缩 就是它可以在一个区域内 最多是可以支持到15个读副本 而且读副本的数目呢 如果我们配了弹性扩展 它是可以根据业务的变化来去做一个自动的增加或减少的 那我们刚看了读 我们再来看写 写怎么办 对如果我的业务就是写表读 然后写的话 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处理 那Arora呢也是有两种解法 一个是呢 它自己原生的架构就支持这种多写节点 就是我们可以把集群里边的节点呢 都可以接受写跟读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我现在业务 我就是需要不同的集群 然后我需要把它的存储拆开 那这样呢我们常常我们业界所用的路子呢 就是通过这种分库分表这样的路子 比如说我们会去用一些开源的中间键 那Arora呢 它是跟Messico接口完全兼容的 所以呢 它也可以与开源的中间键 比如说像Proxy啊 或者是说像JDBC Driver 它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然后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扩展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多写节点是怎么样做的 其实Arora呢 它多写也是一样 也是计算存储分离 但是它的每一个计算节点呢 都能去接收写的请求 对 然后也能够 当然也能接收读的请求 那应用程序呢 是可以连接到任何一个节点的 那如果是说其中的有一个节点到了 它也是可以自动的去进行这种故障恢复的 对 那这样其实我们可以考虑 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是那种SaaS化的 多租户的这样的业务 我们可以去把不同的SaaS程序 然后对应到不同的底下的那个 Database里边 然后可能不同的Writer 然后来去负担不同的Database 或者是说我们应用程序 然后就是需要去访问一个数据库里边的 不同的资源 或是就需要访问一个数据库 我们应用程序呢 也是可以去发到多个写节点上面去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中间键的支持 如果我们去做这种数据的分布 然后去做这种分片 然后再对数据分发路由方面呢 其实有几种解法 一种是说我们可以在数据库 这个层面本身就去实现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中间键 这个层面来去实现 或者是说在应用程序 比如说应用程序直接就去决定了 我哪一部分请求 然后是连到哪一个库里面去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专场呢 是中间键 所以我这里呢 也是会对Aurora跟中间键的这个结合 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展开 那其实再看一下中间键呢 其实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是说我们可以通过Proxy 然后通过代理的这种方式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GDPC Driver 这样一个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对于我业务来说 然后我现在可能觉得单库 然后我想去做这种分库分表了 我需要去选行中间键 那怎么样去考虑 怎么样去进行一个中间键的选行 那这里呢 我们也是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让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比如说像中间键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是不是跟SQL语法兼容 第二个是 它是不是能够去支持分片 比如它是不是能够去支持 把数据真正的打到多个不同的户上 或者说我有相同分片规则 或者是我有相关联的一些表 它是不是能够进行join 还有 比如说我底下数据库有读写分离了 那你中间键这一块 是不是能够去支持读写分离 对吧 还有中间键 如果是用 尤其是用这种proxy的方式 那它是不是支持高可用 因为如果底下是再多的高可用 那我中间键如果只是单点的话 那它还是会成为单点凭正 单点凭静 还有如果底层数据库发生了故障切换了 那中间键是不是能够及时的感知到底层数据库的故障切换 或者是说我在进行数据 我一开始分了三片 我现在发现我这数据量又变多了 我想把它改到五片 然后这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去在线的更改数据的分布 而不会影响到应用程序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维度 比如说开源的中间键 那它现在用户使用量怎么样 它活跃程度怎么样 它是不是还在active的开发 还有中间键是不是会对应用程序带来这种性能的损耗 还有它对于这种事物的支持 它是不是能够生成这种全局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列的值 然后我可以去进行分片 那我们呢也是基于上面的考虑维度呢 我们衡量了几个开源的中间键 那首先呢就是Sharding Sphere Proxy 那其实对于刚才讲的这些角度呢 Sharding Sphere Proxy它其实坦白来讲 它支持的还是很好的 比如说它在连接池上面它是可以支持的 而且它支持这种比较popular的 Hikari这样的一个连接池 它对于用程序的性能带来就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对SQL的语法也支持比较强 它可以支持分库分表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DIST SQL 就是它DIST SQL呢 我们可以在线的去定义 我这一个表能够去分成几份 而且呢它可以去在线的更改这一个规则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点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读写分离 像多表周恩它也都是可以去支持的 那它在故障切换上面呢 它跟Arola的适配 就是可能如果Arola底下 直接去发生这种故障切换的话 它可能原生的不太支持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种workaround 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个展开支持 那后面我也会详细介绍 那第二个我们调研的产品呢 也是Shutting Sphere的 是Shutting Sphere的GDPC 那Shutting Sphere GDPC呢 它是利用了中间间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通过GDPC的方式 那客户端呢就可以去加入这个GDPC 然后就可以直连数据库了 那这样呢它能够去省掉 我弄一个proxy 然后还需要去部署单独的节点 还需要去考虑它的高可用等等 这样的一部分的经历 而且呢它也支持这种 第三方的连接池 而且它支持的眼情呢 除了Mansicle和PostgreSQL以外 它还支持Oracle啊 SQL Server啊等等 对这是Shutting Sphere Proxy 然后它的一些好处 对 那当然 大家呢也不是说任何情况下 Shutting GDPC它一直 这呢是Shutting GDPC的一个好处 但是呢也不是任何情况下 Shutting GDPC都是适合的 因为它毕竟还是要去 共用应用程序的资源 那如果是说我们需要去进行相应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底下有分片 然后分片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我需要去做这种Salt 或是需要一些比较好资源的操作的时候呢 它是会占用我们应用程序的资源的 所以呢我们在做Shutting GDPC的时候呢 也是推荐大家 如果是说我们有这种轻量级的 OLTP的应用是可以考虑Shutting GDPC的 当然因为它是GDPC嘛 所以只需用Java 那另外呢我们也调研了 另外一种中间键是Gear 那Gear呢是小米推出的一个开源的中间键 对它呢也是在Proxy这个方向 它呢也是前面我们衡量的基本的几大块 它也都支持 比如说像分库分表啊 Sico路由啊 读写分离啊 多表Join啊 它都是能够完整的支持的 就稍微有一点就是 它在键表的时候呢 它不能够去 比如说我在这个Proxy上键表 它不会像Shutting Sphere Proxy一样 它可以自动的在底层的分库上面 把这表建立起来 另外它的故障恢复呢 如果是说底层数据库发生故障恢复的时候 它也是不能自动试笔 而必须要重启这个Proxy 而对应用程序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接下来呢我会来去展开一下 对于Shutting Sphere Proxy 然后我们进行评测的几个关键的点 我忘说了 刚才那三个呢评测 我们也是有三篇不同的博客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直接去搜白纸杆头更进一部Aurora 然后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都是通用的 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去底下连Aurora 去连Mexico或是连其他数据库 也是一样可以去进行一个借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Shutting Sphere Proxy 然后它我们进行评测的角度啊 比如说像分库分表 动态扩展 读写分离和故障恢复 那在分库分表呢 如果是说我们需要是 使用Shutting Sphere Proxy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创建 我们在启动了这个Proxy之后 我们需要去创建数据库 然后呢去指定数据源 对这就是Dist的Sicle 然后我们可以去创建这个Shutting Table Rule 然后指定它要杀的几份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再去创建这个表就可以了 那如果这个创建表成功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底层的Aurora的数据库里边 它是可以去建好不同的表 我这里边是有三个不同的数据源 然后我分了六份 所以每一个扣刷呢 它是由两个子表创建成功的 那对于数据插入和查找呢 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建了表 然后可以把它去插入 然后可以去做这种跨分片的查找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OrderID 其实是我前面在建表的时候 指定了是按这种Snowflake的方式 然后去生成全局唯一的这种OrderID 所以ShardingSphere Proxy 它也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那在进行动态扩展 比如说我现在是分了六个分片 我想要去把它扩到九个分片 其实它DIST的SQL呢 可以通过一个AuterShardingTableRule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它改成九个分片了 对 所以就是一条简单的语句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说它这个AuterShardingRule 它不会自动的去trigger去底层的数据库上建表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只是改变着一个Rule嘛 所以表不存在 那它去查这个副表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直接连到底层的子库上 然后把相同的表创建好 而且我们在建表的时候也知道 它这个每一个子表的后注也是有规律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去子库上 把相同的子表的创建好 然后呢 我可以去向相同的子表里边去导堂数据进去 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上面的副表里边 它就可以去查呀 插入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动态扩展上面 其实ShadingSphereProxy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在读写分离上面呢 其实它也可以支持读写分离 它可以去创建这个读写分离的Rule 然后可以去决定 我写是写到哪个数据源 读是读到哪一个数据源 那如果是说 我们需要这种数据的强移之性的保证 那我可以去加一个Hint 然后就把它强制的发到写节点 那其实这样对于Arola结合也是非常好 因为Arola天生的 它自己就有一个写的 就是读写的Endpoint 然后有一个只读的Endpoint 那这样其实 把Arola跟ShadingSphereProxy 结合在一起 它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读写分离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故障恢复 Arola呢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故障恢复的机制的 它在写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的去识别 并且去切换到一个合适的读解点 那ShadingSphereProxy 如果不做任何改动的话呢 它是跟Arola的这个故障恢复 并不是能够很好的匹配 当底下发生了故障切换的时候 ShadingSphereProxy那边是识别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workaround的 就是因为Arola它在去发生故障切换的时候 它会去生成Event 那我们呢就可以去监控这个Event 当Event发生的时候 去触发一个Lambda方法 那在这个Lambda方法的实现呢 本身也是很简单 就是直接调一下 ShadingSphereProxy这个DistSycle 直接调一下AutoResource 把写的这个数据源重置一下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是分享了一下 对于吞吐量的要求 吞吐量的要求 我们怎么样去在计算层 对Arola进行一个扩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维度 如果说用户的业务 然后现在需要去扩展到全球 那我们在Arola上面是可以怎么样去考虑 或者说在数据库角度 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去考虑 来支持业务的发展 那其实呢 比如说我们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考虑到的是 我们现在可能我的数据库就在一个区域吧 那我应用程序呢 是可以去跨区域的这样的去访问 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说我就在不同的区域 再搭一个Messicle 然后两者之间通过Blog去传输 但是这样Blog传输 它是有一个速度的 然后有一个速度的限制的 对吧 因为它Blog传输的话 这个延迟 其实在分钟或是小时级别 也是有可能的 那对于应用程序来说 有的应用程序 它可能就是不太能忍 这样的一个传输的延迟 所以呢Arora呢 它是做了一种全球数据库的支持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它呢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区域上 有数据库 然后呢 它可以在同区域里边 然后也有相同的数据库 对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可以去做这种 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扩展 那它可以实现 就是通过这种全球数据库呢 那我们业务在去访问 访问数据库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去访问 离它本身更加近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而且呢 如果我有一个区域的数据库 有当调的 它可以做到跨区域的灾难恢复 那Arora的全球数据库呢 它是最多可以支持到五个从区域 而且呢 它在主区域跟从区域之间 传输的机制呢 它是采用了 也是log based的 所以它的延迟比较低 都是在一秒钟以内 而且如果它发生故障的话 故障切换也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左侧呢 是我们针对于 binlog的这种复制 我们叫逻辑复制 然后右侧呢 是我们针对于 Arora自己的这种全球复制 然后是物理复制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蓝色的线是说 我们应用程序的这种QPS 然后白色的线呢 就是我的复制延迟 我们可以看到 在逻辑复制的方式上 如果是通过这种QPS 现在到了5万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lag 已经到了500秒了 对 这个还是挺大 那如果是通过 物理复制的这种方式 当我的QPS 涨到20万的时候呢 它的lag 也还是在一秒钟以内 所以这是全球数据库 它能够去达到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就是 如果我需要去做 数据库的扩展 我可以怎么样去做扩展 首先呢 在容量上面 我们可以去做存储层的扩展 那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就是 我在进行扩展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应用程序 会不会 而且我扩展的速度有多快 会不会带来一个有效的扩展 比如说我扩展的容量 我就能够真正的用上 而不是说一下子 就扩到一个特别大的容量 那在吞吐上面 对于业务程序来说 我现在需要数据库 它能够去处理更大的吞吐 其实也有几个思路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把机型 然后向上扩 然后通过这种纵向的 skill up的扩展来去支持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skill out横向扩展的方式 来去扩展它的吞吐量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 不同的角色的分离 比如说像读写的分离 或者是说在读本身 或是写本身 读节点 我们可以去做这种 autoscaling group 然后可以去扩到不同的 根据业务的变化 来去扩到读节点的数目 或者说在写节点的扩展上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 这种原生的多写 或者是说我们是 可以怎么样能够去 以开源的中间件 能够进行一个 良好的结合 那我在考量 开源中间件的时候 应该去考虑哪一些方面 那最后呢 我们也是可以去做到 业务的扩展 比如说我们应用程序 现在需要去拖到业务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个数据库 它是不是有这种 全球数据库的 全球拓展的支持 对 然后这样子去进行一个 相应的处理 好 那这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 也非常谢谢大家